一个家族三个男人,一个父亲两个儿子,七年间在这间房子相继自杀 难道房子会索命,儿子们的遗孀就能求助节目组 希望通灵者们能帮助他们破解谜题 节目的规则还是老样子,不给选手任何提示 让他们自行感知这间房子发生的一切 第一位通灵者是占卜大师亚历山大 在听清规则之后,亚历山大就开始摆牌 不大一会儿亚历山大说了自己看到的事情 这间房子由三个男人连续死亡 而且都是自杀 整个牌组是七张,这死亡貌似有些规律 难以知信,亚历山大仅仅通过塔罗牌 就可以准确地知道发生在这里的死亡 而对于占卜师说的数字七,求助者惊恐地发现 公公和哥哥的自杀前后不过七个月 而弟弟的自杀相隔前两人正好七年 显而易见,占卜师读出了可怕的规律 这样的巧合对于亚历山大来说很可疑 这种情况太少见了,更别说是自杀 于是亚历山大重新占卜 这回他看到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好像是布置了什么东西 这间房子里男人的死亡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求助者想让亚历山大帮忙消除这个布置 但亚历山大却拒绝了 树叶有专攻,消除布置需要女巫的力量 很遗憾在破除诅咒上,亚历山大帮不上忙 女人们很感谢亚历山大能看出来 可此时,他们显然更需要一个能彻底解决事件的人 你说巧不巧,女巫来了 下一个接受挑战的是女巫玛丽娜 玛丽娜没急着进屋子 她在外围感知着什么 刚到门口,玛丽娜就感觉到窒息 仿佛有人卡住了她的喉咙 随后玛丽娜走进屋子 在某个地方指了一下 她说道那里有男人的灵魂 那个男人窒息而亡 所有人都震惊了 女人看起来真的感受到了三起自杀的窒息感 没过一会儿,女巫有些奇怪,怎么还有一个男人 没人遇到这种反转 因为这个家族已经没有男人了 女巫继续说道,是很久之前的一个男人 好像骑在马上,她在走来走去 看起来这片土地是她的一样 求助者伊琳娜听着灵光一闪 她想起来这里以前是某个军官的房子 他们刚搬到这的时候 在阁楼里找到了制服 看起来女巫真的看到了那个军官 传说中房子的第一个主人 主持人问女巫 能不能感受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死亡 女巫说要进行召唤 只有灵魂才能给出答案 在这之后女巫精疲力尽 没办法再帮助到求助者了 至于那个装置,女巫就没提到过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间房子的确被吓了诅咒 求助者们十分相信玛丽娜看到了真相 但玛丽娜却无法帮助到更多 老喜居然依然走进屋子 说真的,她长得好像格鲁 她先介绍自己是个萨满 会尽她所能帮助求助者们 但她不喜欢这个房子 总感觉有股邪气 随后她说出了这个房子有三个男人死亡 终于啊,她可算是说对一次 正当她要进到某个房间继续查看的时候 她被挡住了 像是某个阿飘不想让她进去 伊万商量了半天 阿飘还是不愿意 伊万只能放弃 因此伊万也看不到更多信息了 女人们有些失落 没人能解决事件了吗 但下一位城市女巫的出场 好像让女人们看到点希望 索尼娜一进门就说出了这个家族的秘密 这是求助人伊林娜都不知道的事 这个事看起来不太单纯的样子 索尼娜似乎看穿了某些人心中的小酒酒 而且还有藏得更深的 伊林娜的弟妹怎么也没想到 她从未提过的丈夫吸毒的事情会被抖出来 索尼娜走进卧室 说这里死过两个人 索尼娜正好站在了这家人父亲上吊的位置 她似乎感觉到了亡灵的痛苦 而她接下来的话更加令人惊讶 难道这个家族的父亲不是自杀 这个家族的秘密被索尼娜一一揭开 原来去世的父亲在狂怒的状态下 失手杀死了母亲的瓶头子 靠着关系父亲逃脱了刑罚 却终日殉酒 两个儿子对她极度不满 当父亲再次喝得酩酊大醉 被人打得遍体淋伤的时候 哥哥看到父亲的样子心中的不满 终于爆发 甚至说出那你去上吊吧这种话 进了屋子父亲就上吊自杀了 哥哥对此非常愧疚 接着索尼娜指出了弟弟自杀的位置 难道是弟弟谋杀了自己的亲哥哥 索尼娜认为父亲去世之后 弟弟一直在指责是哥哥杀了父亲 甚至怀疑父亲身上的伤都是哥哥打的 本来就十分愧疚的哥哥在弟弟的责怪下自杀了 这难道不是谋杀 弟弟也同样带着害死哥哥的负罪感 选择了上吊自杀 遗双们有些崩溃 伊丽娜认为是自己跟丈夫吵架导致了丈夫自杀 弟妹认为是自己没能劝丈夫吸毒导致了悲剧 女巫索尼娜不得不停止的挑战 她努力地安抚着遗双的情绪 告诉他们生活还要继续 孩子们还等着妈妈回家呢 而且索尼娜单独跟每个遗双都聊了很长时间 劝为他们不要害怕生活 要勇敢去爱 对他们现在的疑惑也全都耐心做了解答 遗双的姐妹们也都跟索尼娜聊了一下 每个人都一脸的震惊 索尼娜说的全是对的 但事情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最后一位同龄者能替他们解决问题吗 家族三人接连自杀 是诅咒还是巧合 压轴出场的康斯坦丁康总能否解决这个事件呢 康总在房间里四处转悠 试图感应这里曾发生的事情 康总还没有说话 遗双就已经感受到他的强大了 因为康总每一个停留的位置 都是发生死亡的地方 为了看到更多信息 康总进行了个小仪式 当他在睁开眼的时候 说自己看到了两个灵魂站在遗双的后面 他对伊琳娜说 亡灵喜欢你红头发的样子 伊琳娜也证实 刚和丈夫一起时就是红色的 康总继续说 你的现任男友很可靠 而且亡灵丈夫也并不得怪伊琳娜 伊琳娜的心情放松了一些 可康总看到弟妹的时候 语气突然严肃了 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人惊讶 王灵竟然通过灵媒和活人吵了起来 突然 康总好像被什么吸引了注意 原来出现了一个他没召唤的灵魂 一个被侮辱的女人的灵魂 这个灵魂的死亡很奇怪 身体裸露地躺了三周 然后像狗一样被埋掉了 试制族很懵 但遗霜们确认了康总的每一句话 那是这个家族的母亲 这个多灾多难的家族还有一件惨案 当初母亲的事情发生后 父亲立即抛弃了母亲 母亲不仅丢掉了工作 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2004年母亲去世了 父亲知道这件事却不打算管 之后母亲被埋在公墓里 这件事父亲瞒着儿子们五年 在他去世之前的一个月 才告诉儿子们墓地在哪 难道是因为无家可归的亡灵 才让这间房子变得这么可怕 康总认为 只要这个亡灵还在这里 活人就没有平静可言 他提出去墓地彻底解决事件 一双门一合计 选择相信康总 匆忙地找到康总需要的东西 一行人动身去墓地附近 20分钟后 他们到达了墓地地 康总不让任何人跟着他 他要去找墓地 摄像想偷偷跟着 都被康总严肃地拒绝了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带着人们走向一个偏僻的地方 他指了一个方向 一双门震惊了 那里正是父子三人埋葬的地方 没有人告诉康总具体位置 但他竟然感应到了 康总自信地带着所有人 走向墓地深处 在这里找到了一个 没有墓碑的坟墓 一双门有些怀疑 因为这不是他们听到的坟墓所在处 但康总十分确定 一双门讨论之后 还是决定相信他 康总只带了地面一人 去到了那个坟墓那里 其他人依旧不让跟着 康总做了什么 设置组无法看到 地面却说他好像感觉到灵魂真的在那 一事完成后 康总自信地说事情已经解决 一双门也相信 他们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他们十分信任康总 因为他的话每一句都在点子上 康总跟他们每一个人都单独聊了一下 他们更加相信康总的实力 因为康总看透了每一个人 说出了他们心底的担忧 也说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 最后希望大家在平常的日子里 能好好地跟家人沟通 不要把自己的坏脾气留给自己的亲人 更不要一时冲动 就说出很多伤人的话 要知道一句话也能酿成悲剧